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途中 4月9日到达昆明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红艳以及其他负责人热烈欢迎贵宾 昆明各族各界群众数万人热烈欢迎朝鲜贵宾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彤和以老沃爱国战线党主席苏巴鲁恒亲王为首的老沃爱国战线党代表团 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途中 4月14日到达昆明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严红艳以及其他负责人热烈欢迎贵宾 昆明各族各界数万群众家道欢迎贵宾 4月14日 周恩来总理离开北京前往雅加达 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 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欢送 万龙 这印度尼西亚的著名城市正准备迎接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会 由缅甸 西兰 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国家发起的亚非会议 4月间将在这里召开 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亚非各国将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来到了 中国人民有着对和平友好的热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我国代表团 将和亚非各国一起全力争取亚非会议的成功 4月18日亚非会议开幕 首先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发表演说 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 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周总理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亚非会议经过两天的大会以后 分成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 三个委员会将在这里分头举行秘密会议 讨论关于经济合作文化合作和人权和自觉权 附属国问题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问题 在会议期间 我国代表团在会外也和亚非各国广泛的有了接触 这是亲切的序谈 友好的会见 中国人民愿意了解和尊重所有的亚非国家 并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 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 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 印度尼西亚总理先生的努力 和各个代表们的合作 闭幕会议 首先由会议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 和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 亚非会议的公报和宣言 宣布殖民主义 使应当迅速予以铲除的祸害 在宣言里 规定了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一致的 发展各国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 又一次替愿与和平相处的国家 指出了努力的方式 4月18日 首都各界一万多人举行盛大集会 隆重纪念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 刘少奇主席 邓小平代总理等 以及亚非各国的驻华使节 正在我国访问的和在京的国际朋友 出席了纪念大会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 致开会词 彭真副委员长说 现在需要在全世界展开一个 把美国侵略者赶回本国的广泛运动 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政治任务 阿富汗驻中国大使穆罕默德 舒埃卜 米斯凯尼亚 代表亚非国家驻华使节讲话 他预祝第二次亚非会议成功 预祝亚非国家从一切外国统治下得到彻底解放 在华丹地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战士们深刻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战士们发扬夜老虎的光荣传统 苦练水上杀敌本领 进行夜间武装求度 山高雪深挡不住战士们前进的步伐 南不倒战士们的革命意志 人民解放军西藏边防部队某部二连 把高山雪地作为练兵场 锻炼顽强的战斗意志 苦练过硬的作战本领 长辈不屑 保持了英雄联队的光荣传统 连续被评为四号联队 并不屑 和江山人的交界 桑生英子五十枪 忠忠忠忠 炎铺 溢书 忠忠忠 宠忠忠忠 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红旗下,全国各地的女民兵正在成长壮大,江苏太湖的女民兵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国防观念,苦练水上杀敌本领。 福建的女民兵英姿飒爽,斗志昂扬。 他们紧握革命的枪杆子,时刻注视着阶级敌人。 公社女民兵陈素兰,用二十发子弹打掉了二十个钢把,他们许多人是先进生产者,五好射源,他们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决保卫海防。 这是北京平谷县玉口公社玉口大队的女炮班,他们苦练杀敌本领,如果敌人胆敢进犯,就坚决彻底全部的把它消灭干净。